文明! 一位! 您可以预测一下 那可能 中国的局势 会不会出现暴力的革命 当然传统意义性质上那种暴力革命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其实你看近代一来的暴力革命都不是这么出现的 它都是先有的军队 就是体制内的军队 它造反这么一出来的 陈胜吴广市的这种纯粹的老百姓拿起武器 然后把事情给告成了这种可能性 那走在线来 然后我觉得基本上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 你这个非暴力的抗争 它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的绅士 就很可能就是导致上迟的分化 也可能导致一些军队 它不但不参加镇压 它会反而还会站到反抗人一边来 那么一段时间形成一种武力的对峙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另外还有当然就所谓这个工程政变 这种兵变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不能完全排除 但这个跟一般人说的非暴力 不毛的 非暴力本来定义里头 其实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里头 因为它都一开始想象 当权者中间总有一些人是愿意诉诸暴力的 为什么它后来会放弃暴力呢 它要输出暴力别人也会用这么办法来对待它 你看当年菲律宾的和平革命也就这么成功的 马克思当时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放弃的 那不是有个将军很重要的司令就站到民主那边去了吗 就往他们总统发射了几枚炮弹 那就是一种警告 就是一种警告 因为独裁者他手里总还是有一波 就是为命是从的一些军事人员 他把那些人他有信心调得动 但他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样 如果你一调动起来 别人不愿意 别人就站到你对那边去 别人也是有武装的 也就是他们对决定要镇压的同志 他最担心的就是你手里的工具不听你的了 他最怕的就是这条 而这条当你的同志就是缺少足够的道义权威 或者你的这个资历不够深 因此对你的军队的控制是有限的时候 那么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见呢 但是他如果最初恰计就是有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 就是激发了内部的分化 造成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他还这种情况从 说一说起来 还是大臣还是把它算成这个非暴力抗争的 这个我们知道啊 这个自下而上的叫革命 自上而下的叫变革 这个由于这个中共这个独裁统治 各地方的这些群体事件也会不停地出现 这样的话会出现一种呢 像军堂主席曾经讲的 就这种破局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 博弈以后呢 一定会形成就这种所谓的暴力 暴力的出现 但是这种出现呢 还是说它体制内变革的时候会出现 像过去的冷兵器时代那种 像城城武广 这个街竿起的这种 在中国估计很难再出现 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种全国性的 以暴力为手段的革命这种形式 我坚持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群众掌握暴力工具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那种组织 组织准备工作也完全不可能进行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 但是局部的情况的暴乱情况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这种暴乱使用暴力情况 不论是由官方军队或者是群众引起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 但这种东西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 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与其我们花那么多精力去讨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会不会出现暴力革命的情况 我还不如考虑过最现实的问题 对我来说 我几乎没有考虑过暴力革命会不会有 因为我认为它是没有 或者有了以后怎么办 我考虑最多的是长期的暴政 不能推翻 不能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事情 为未来的活平的变革做准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即使是在这种专制这种条件下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每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或者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 我们还是要考虑我们为这个民族的文化道德 我们还应该保留一些什么元气 在我们民间还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哪怕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最直接的根本性的改变中国 那一个中国如果翻天覆地有个改变以后 它是在一个废墟上 我也重新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种图景在现代的概念上看来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们实际还是可以做一些不那么直接 不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事情 比方我们在道德文化方面 能够跟我们国家积累 跟保存一点什么元气 我考虑的是这些 推而求其次的小问题 我只是从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 如果我今天又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的这种运动 就所谓的政治风潮 那么他会是什么人 这些人会被什么事情会被什么情感动员起来 比如80年代我就很确定 参加者一定是和平的人 小偷他都会不偷了 那些什么平常的打架人也不打架了 他会比如飞护队啊什么 他会骑着摩托 他也会举着和平理性的旗帜 他们会受这个感动 那个时候呢 你要想搞暴力 学生就把你送公安局了 很多人现在反思八九 喜欢说 哎呀我们当时能怎么怎么就好了 那哪里是头决定的 那是群众的素质决定的 他就是要这个 今天呢 我真的是不确定 而且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从各地的群体事件来看 实际上前面最勇敢的 就是像八十年代最勇敢的是觉得 自信我掌握的理想 自信 我有一个对祖国 对民族 对人民的责任心 自信 真理正义在我这一边 自信呢 统治者的镇压 注定失败 这样一批人走上接手 他非常理直气壮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统治者管这些人 很有经验 凡是这样的人 只要你露头我就抓 他抓不住的 就是那些 在社会上 就是不仅是在统治者 你说还正常的社会都抓不住 我就说另类社会的人 他抓不住 而这样的人呢 当一般情况下 当这个社会 这个统治者还相对能被人民接受 实际上整个社会都排斥他们 但是真的到了 统治者被人民说的 说啊 你是天上太阳 我也愿意跟你一块灭亡 我宁愿不要太阳 我宁愿 到这种心态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呢 他的勇敢精神 他的那种 这个不择手段 能够形成的这样一种爆发力 可能对人民 就会更 对这个参与运动中的 积极分子们 年轻人 那么可能就会更有 动员力和影响力 我自己本能的说 从现在 因为我喜欢就是看 这些群体事件呢 我在看这些成分的时候 看谁在前面最有动员力的时候 我就觉得 跟八十年代才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刚才谈小波 就是我说 博弈在劣质化的时候 这个博弈不光政治博弈 政治博弈不过是 其他各种社会博弈的一个缩影 那些人如果平常的时候 他都就是 这个人要靠 笑贫不笑娼 靠着谁权斗大 谁都能够决定胜负 人们都普遍相信这个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我觉得这个 真的到街上发生什么 就很难说 我刚才讲了 暴力呢 作为一个革命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个假事情 因为还到不了这个阶段 我可以肯定的说 到骚乱到一定的 统治集团就要分化了 还用不着到什么 大规模对着 大规模对着民间 没有这个实力 但是还到不了 这个时候 统治集团就面临着说 我们可能会出现 大规模的骚乱 这个骚乱 其实不仅仅是 大规模的和平的 请愿政治风潮 而有各地什么商店被烧啊 被砸呀 这些什么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凝聚 这个中产阶层 需要这个社会什么呢 说我们是不是 需要进行改革变革 那个时候我觉得起进来 所以我想的话 这个 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呢 它这个大规模 政治风潮呢 它并不产生 建设性的这种方案 但它只是一个压力 就是破局 但是破局之后 这个风潮会向什么方向走呢 不是我们决定 是风潮中的那些参与者 他们的素质 和他们喜欢用的方式 他们最最 像这个最解气 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呢 他们所谓 因为总像 在十来年 十几年前 我跟那个普志强 在做相反的 这个他在相反 我们共同做六四的时候 跟我说一个 他说呢 他想给相反律师呢 代理一个相反的 出租公司代理案子 他跟他们说 怎么打官司呢 出租公司就 那个工人就说 附老师我们叫你来 是因为八九年 你跟他们斗过 所以是不是你很有经验 你知道我们到法庭 我们能赢吗 这不是让我们再受一次 就是说 你看杨家那个事的 一个象征在于说 求去打官司 说农民都想说 到法院上 我能讨到一个说法 所以我要个说法 是说明他对法律 他相信 现在你说维权律师 还有谁 相信法律 你看你看张思之先生 我觉得其实挑战是各种各种各样 就是张思之先生 前两年开始 他们都面临一种挑战 实际上那些年轻的律师 他们跟我讲 就讲一点 跟这个统治者 他们就是 张先生真的是说 应该我们是法律人 应该按法律办事来解决 我们的专业是有专业的规则 专业的精神和专业的操守 但是那些年轻的律师呢 就会觉得 你这样做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 统治者 他不跟你玩这个东西 那法庭 不过他们觉得法庭呢 也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斗争的一个场所 那么所以当整个的社会的专业标准 都在被一种正义感 一种这种被给它侵蚀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在街上发生的事情 更加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所以我只说一个非常就是 一个非常实际的操作标准 就是说 如果今天又发生街头风潮的时候 我们背后站着的是谁 他们要干什么 八九年到整个八年代 我非常确定 他们要和平 最多寒良基金好 寒良就打倒共产党 这就是最激进了 有个人要是摆出一个什么 拿个棍子 马上就被牛送公安局 棍子也被没收 现在你可以指责 当时那些领袖做什么荒唐 原来不是领袖的决定 那是整个运动的素质决定的 但是今天那些参加运动的人 当那些背后 因为我们可以想到 当那些流离失所的人 那些房子被拆了 被受到饱受暴力的虐待 而且在各种各样奖礼的场合 受尽了共产党羞辱和凌辱的迫害这些人 他们还接受不接受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的一个考虑 那除非就是我们是我们 他们是他们 不管他们怎样 反正我们代表历史的方向 我只是想说呢 我们还要不要就是走这段弯路 一定最后再经历过一场 那特别是你现在还有一个标准 就是当年这个肖空琴先生 那个谁是那个 附杰琴先生写的论文的时候 他说革命有两种政治革命 有种社会革命 那后来我就现在一直在想 那怎么有的国家是政治革命 有的国家是社会革命呢 那不就是在这个国家当革命者 觉得有财产的人都在支持原来的统治者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有财产人从来不是暴政的合作者 他们跟暴政是有区别 他们只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财产 然后去推翻暴政 但是那些暴政最后就是说 你们就是过去的暴政的支持者 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我们 所以政治革命就变成那场暴力革命 人民最初的选择我相信一定是政治革命 因为一场政治革命解决 但只有到这个社会中最不幸的人 最想革命的人 他们认为这个社会的有产 甚至有知识的人 都是政治腐败暴政的帮凶的时候 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流离那个什么就很近了 所以这是 我是非常担心 其实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我们讲的精英和匹子赛宝 说的就是想避免今天中国这个局面 可是这个局面还是不幸的 到来了 到来了之后 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办 一个就是像胡适先生时的 我们也可以退出来 我们继续做我们的精神贵族 不是不可能啊 再乱的地方也会有一块净土 但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也是继续在实际的博弈中 那剩下就是我们不仅面对统治者的博弈 而且我们还面对着在运动中 另外的一些人的博弈 这些人呢 可能他们不仅他们 有时候我老说嘛 实际上他们先打的不是统治者 先打的是这些和平理性的人 他先拿你祭旗 先拿你来把你作为革命的祭品 先把你给祭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严酷的考验 而且你输了博弈 你的理念就跟着你输掉了 这个你要赢呢 可是呢 你面对的 如果说群众是那样的群众 你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是个操作性话题 它不是一个今天我们能说清楚的话题 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想的话 就对我来说呢 这个问题不是我喜欢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当命运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我也不想回避它 哪怕它现在呢 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但这个概率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觉得 要是面对它的话怎么办 我们还要做另一种准备 除了有于说 当我们一个社会需要正常建设的时候 需要一些素质的时候 还有一个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乱世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理念胜出 是跟朝野各种力量博弈中 不是说仅仅跟一个 什么这个共产党的暴政 它是早晚要玩的 它完了又怎么样 推翻它的力量中间 还有一个为了建立什么样的中国 还有博弈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亲戚朋友 可能在当兵 可能在做警察 或者可能在做什么 他的亲戚朋友 又有亲戚朋友 可能重复这些职业 那如果说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就看到 上海发生了一个就是因为原来的商住房 政策变动了以后引起了上万人的上街 而且这个上街是突然的 一个是他们是说没有任何准备的 他们只是通过了一个微信群 在短时间当中 在短时间当中 半个小时当中就聚集了上万人 与相同经历的人跨上了街头 那我想如果一旦跨上街头了以后 这些法民被某些人进行了一些镇压 或者说一些打击的话 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的话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他们的家人 或者说他们的亲戚朋友 对于这些问题 会不会引起一些连锁的反应 从而从这个当中成为一场 内部革命的一个导火索 我再请教一下 四位 有没有可能进 我觉得什么可能都有 因为呢 原来都说中产阶层什么 要求革命什么 后来我把世界各国正式看了一遍 那法国革命呢 它是有小资产阶级在里面做这个 但是英国革命就是土地贵族嘛 那美国革命当时就是一批子耕农 当时还有一个大奴隶土什么之类的 还有银行家 东北部的银行家 和那些航海家 还有走私犯 其实美国国库中间 好多都是违法的人 所以他们老说 美国革命的这个基督要品 不好意思啊 这个对新教的朋友说 其实美国的两篇重要文献中呢 它的独立宣言和它的宪法中 都几乎没提到上帝 就提了造物主这个字 没有提上帝 这个不是一个偶然 这是一个 回头我们可以再讨论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但是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这个 然后呢 到了韩国呢 我们知道学生运动起了很大 台湾就是一批死不认同 国民党外来政权的本土知识分子 这些受过知识教育的人 他们为了台湾人的尊严一直在坚守 那中国呢 这个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伴侣 所以我觉得其实 各种社会力量 都有可能会在政治史上 扮演一个抉择 但是这个很多事情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是一个比较偶然的 访民呢 其实一样说也不是一个阶层 因为访民有不同的成分嘛 他因为他受害的问题也不太一样 他只是因为他们都在上访 所以他们叫了访民这个群体 如果共产党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任何一套政策 可能都会使一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 另一些问题恶化 然后访民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态度 但是访民确实是在这个社会中受凌辱受伤害很重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会不断的会成为各种突发事件的一个来源 而我刚才讲的 其实突发事件的这种发生可能是导致大规模政治风潮的一个可能的导火索 所以访民在破局中可能会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但是刚才其实胡云先生和友谊也讲到军事政变 这个也是可能的 因为共产党现在真的把这个胡锡奇迷民把军头们搞得现在 是官不聊生嘛 所以这个东西政变也是非常可能的 然后呢 这个其实大规模的和平政治风潮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看我们可以看出来 至少像围绕着环保啊 食品安全啊 这些都还是主要是和平运动 它不会是暴力性的一个 它要达到的目的 不是那种就是需要暴力来满足的